女婿带岳母爬山,次日岳母红光满面,高僧竟说她不是人,这是怎么回事,善恶有报理论深入人心,你所言所行,都会被上天记录着,因此,我们要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,不然将会迎来严重的果报,就比如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,女婿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,竟然造成了这样的后果。 明朝时期,云阳闽丹县有一位姓张的老妇人,她性情纯善,一生行善积德,然而命运却对她颇为不公,她早年便失去了双亲,中年又遭遇了丈夫的离世,只留下一个女儿,名叫邱仪,成为她唯一的依靠。 邱仪长大后,对母亲孝顺至极,为了留在母亲身边照顾她,特意招坠了一个名叫郑儿鹏的泥匠,作为上门女婿,郑儿鹏手艺精湛,为人勤勉,与邱仪共同支撑起这个家。 婚后不久,邱仪便诞下了一个儿子,这个外孙成了张氏晚年的最大慰藉,她常常抱着外孙,逗她开心,享受天伦之乐。 然而,好景不长,张氏突然生了重病,整日卧床不起,邱仪心急如焚,四处求医问药,家中的钱财如流水般花去。 这引来了女婿郑儿鹏的不满,她认为家中的钱财多半是自己辛苦挣来的,应该留给自己的孩子。 而且,岳母年事已高,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,没必要在她身上花费太多钱财。 邱仪为了母亲的病,与丈夫争吵不断,她尽量压低声音。 不想让母亲知道家中的纷争,但张氏敏感的心灵还是察觉到了家中的异样。 她躺在床上,听着女儿和女婿的争吵声,心中五味杂沉。 她明白女婿的担忧,也理解女儿的孝心,但她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病情会拖累整个家庭。 这晚,邱仪与正儿鹏的争吵声再次在家中响起,邱仪情绪激动之下,竟将凳子摔得粉碎,张氏躺在床上,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疲惫与无奈。 她望了望坐在床边,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正默默注视着自己的外孙,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表的凄凉与不舍,她深知自己的时日无多。 而家中的纷争却让她倍感心痛,四日清晨,张氏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体,对女儿和女婿说道,我觉得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,不用再请大夫了。 而且,我也想出去走走,锻炼一下身体,正儿鹏,你能不能带我去爬爬山,秋衣文言,心中满是担忧,但正儿鹏一听,不用继续花费钱财请大夫, 立刻洗上煤烧,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岳母的要求,于是正儿鹏带着张氏踏上了前往山间的道路,两人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艰难地向上攀登。 然而,没走多远,张氏便面色惨白,气喘吁吁,额头上痘大的汗珠不断滚落,正儿鹏却视而不见,只顾自己前行,对岳母的痛苦毫不在意。 当他们路过一个陡峭的山崖时,张氏终于支撑不住,叫停了正儿鹏。 他坐在山崖旁,喘息着对正儿鹏叮嘱道,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秋衣,别再和他吵架了,你们两个人要相亲相爱,共同把日子过好。 正儿鹏听得心烦意乱,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,没有多说什么。 张氏说了一会儿话,突然停了下来,他长叹一声,说道,儿孙自有儿孙福,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 说吧,他颤颤巍巍地试图站起身来,但每次刚刚离开地面,就又重重地坐了回去。 正儿鹏在一旁冷眼旁观,竟也没有上前搀扶一把,张氏心中涌起一股绝望与无奈,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站了起来。 然而,就在这时,他的身体突然一裂浅,竟直接从山崖上滚落了下去。 正儿鹏见状,顿时脸色大变,他慌忙趴在山崖边向下望去,只见山崖下云雾缭绕,什么也看不清。 他心中慌乱不已,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,正儿鹏不敢回家面对妻子的责骂,更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愧疚。 他心中清楚,如果刚才在岳母起身时,他能搭上一把手,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。 正儿鹏在山中度过了一个漫长而惶恐的夜晚,他的内心如同被狂风骤雨肆虐过的荒野,一片狼藉,直到第二天下午,他才磨磨蹭蹭地回到了家门口。 然而,他却站在门口犹豫不决,来回晃悠,仿佛那扇熟悉的门此刻变得陌生而可怕,让他不敢伸手去推,就在这时。 正儿鹏突然听到屋内传来了岳母张氏的声音,他仔细聆听了一会儿,确认自己没有听错,顿时面色变得惨白如指。 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,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绝住,他急急忙忙地往村口跑去,恰好这时有一个和尚来到村中画园,正儿鹏一看到和尚,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,他急忙上前拉住和尚,急切地往家里走去,一边走一边言说家中有一只恶鬼。 正儿鹏带着和尚回到了家,邱仪看到这一幕感到十分不解,他皱眉看向丈夫,询问他这是在做什么,昨晚为什么没有回家。 然而,正儿鹏却对妻子的话充耳不闻,他的双眼紧紧盯着红光满面的张氏,仿佛要从他的身上看出什么端倪来。 和尚上下打量了张氏一番,然后沉生对邱仪和正儿鹏说道, 他已不是人,邱仪文言大吃一惊,而正儿鹏则惊恐地叫嚣着让和尚赶快收了张氏。 然而,和尚并未理会正儿鹏的话,他双手合十,向张氏施了一礼,说道, 小僧今日失礼,日后定会前去参拜,说完,他便静止离开了,留下正儿鹏和邱仪面面相去,心中涌起无尽的疑惑和恐惧。 他们看着红光满面的张氏,心中充满了不安和忐忑。 而张氏则静静地坐在那里,冷淡地扫了一眼面色大变的正儿鹏, 而后木带慈爱地看向了面露不解的女儿和外孙。 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,原来,那日张氏上山之时,心中早已存下了赴死的决心。 他故意选择了那条崎岖的山路,坠落山崖,只为不再成为家中的累赘,让女儿陷入两难之境。 然而,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奇妙的玩笑,在他身体急速下坠之际,一朵洁白的云彩,奇迹般地出现,轻轻拖住了他下坠的身体。 那云彩仿佛拥有神奇的力量,带着他穿越云层,越飞越高,直至来到一个浑身散发着金光的神仙面前。 神仙对张氏说,你累是行善,这一世已是第八世善人,尽管上天让你在这一世历经磨难,一生坎坷, 但你始终保持着那颗善良的本心,积德行善,成功通过了上天对你的考验。 接着,神仙给了张氏一个选择,是愿意转世投胎,投身富贵人家,享受荣华富贵, 还是愿意成为当地城皇,护佑一方百姓。 造福世间,张氏在心中权衡了许久,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外孙,想到了那些需要庇护的百姓。 最终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,愿意成为城皇,守护这一方的安宁。 成为城皇后,神仙知道张氏心中仍惦念着家人,便特许他回家一趟,与家中亲人道别。 张氏回到家中,眼中满是不舍与温柔,他只顾着多看女儿几眼, 却还没来得及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。 现在,张氏终于将这一切经过娓娓道来,秋仪听完母亲的讲述,心中悲痛不已,泪如雨下,张氏温柔地将女儿揽在怀里,轻声安慰道。 虽然我们不能再见面,但我会一直守护着你,保佑你平安幸福。 说完,张氏的身体渐渐化作一道金光,缓缓升腾而起,消失在了天际,秋仪望着母亲离去的方向,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思念与感激。 后来,秋仪与郑儿鹏合离,将他赶出了家门,附近的人家也都知道了郑儿鹏的所作所为,纷纷表示不愿再将女儿嫁给他。 而秋仪在合离后,嫁给了一个勤劳善良的木匠,他一辈子无病无灾,日子过得和和美美,幸福安康,至于郑儿鹏,他这一辈子都没能再娶亲。 年老后,他生了一场重病,孤苦无依,无人照料,每当他回想起岳母张氏的善举和自己的所作所为时,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自责。 可见,善行中得善报,恶行必遭恶报,此言非虚,人生一事,且莫抱有侥幸之心,去行那违背良知之事,更不可心生恶念,为天理所不容。 须知,当你自以为行事天衣无缝之计,生活早已悄然无声地为你记下了一笔笔账,所谓因果循环,元起元灭,善恶有报,皆有其定律,在这定律之下,无人能够超脱,无人能够幸免。 因此,切莫触及道德之底线,更勿挑战善恶之界限,一旦踏错,一旦恶念滋生,终将自食其果,毁之完矣。 须知,生活对善者从不吝啬,对恶者亦从不宽容,这宇宙间的万事万物,皆遵循因果循环之定律,无一例外。 或许此刻的你,尚未感受到恶行的后果,便以为这一切只是空谈。 然而,当你遭遇困境,历经磨难时,便会深刻体会到这因果循环的真实与深刻。 若你曾心怀不轨,在生活或工作中故意为难他人,那么当你陷入困境之时,那些你曾为难过的人,便会成为冷漠的路人,对你的困境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 届时,你必将深刻领悟这因果循环的道理,明白善恶有报,天道轮回的真谛。 因此,让我们心怀善念,行善积德,以善行换取善报,避免恶行带来的恶果。 须知,善恶有报,非空谈也。 或许,在这一刻,你正站在辉煌的至高点,俯视众生,似乎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,任意践踏着他人的尊严与权益。 然而,世事难料,下一刻,你也有可能从巅峰跌落,被众人推翻,成为他们脚下的尘埃。 这一切,都是因果循环,轮回不息,生活不会让你永远沉浸在得意之中。 若你不知收敛,狂妄自大,那么一败涂地只是早晚之事。 人啊,有时候太过张扬,太过耀武扬威,仿佛整个世界都围着你转。 然而,这样的行为往往会引来报应,纵观古今历史,那些贪官污吏,江阳大盗,坐监犯科之人,有几个能有好下场,他们或许曾短暂地风光无限,但最终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。 正如佛家所言,善恶中有报,天道好轮回,你若是做了恶事,生活自然会给予你应有的惩罚,也许不是立即报应,但假以时日,它总会让你自食恶果。 而那些行善积德之人,生活同样不会亏待他们,在日常的生活中,或者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生活总会给予他们善意的回馈,这世间万物,看似虚无缥缈。 实则一切都被天地铭记,你如何对待生活,对待人生,生活和人生,便会如何对待你。 因此,人在世上,还是应多做善事,少行恶举,否则,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,还会波及到身边的人,人身难得,佛法难闻。 我们应该时刻警醒自己,认真修行佛法,多做善事,只有长期坚持,才能解脱自己,达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